我可否假設我有觀心病 而我有腹部主動脈瘤的機會是否會高一點 沒錯 相對來說機會會大一點 所以有些人做生理檢查時 他除了檢查心臟之外 也會檢查腹部血管 因為都是那類的誘因 老闆 謝醫生聽聽家庭聽眾的電話 首先蕭婆婆在電話旁邊 蕭婆婆 你好 你好 主持好 醫生好 你好 我的弟弟就是有主動脈瘤 在八月的時候已經做了 未創 大腿埋根兩個洞 好像你剛才說的 但我的問題是你也解答了 因為我想問他日後會不會自動消散的 他已經做了肢架手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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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肢架也是在肚子裡 是嗎 是 是 是 七個厘米 是吧 對 是 七個厘米 而想說你遲些做 立即做 立即做 立即進入診室 是 是 是 你弟弟的確是腹部的主動脈瘤 去到七厘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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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標準 需要做手術 是 立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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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都立即做 分享一下 他是怎樣發現的 他什麼病都有 正如你所說的 心臟病 心臟病痛了三次 又有糖尿病 他又吃煙 吃了幾十年煙 都不能解答 醫生叫他一定要解煙 對於身體不好 但當時為何會想到 去看看腹部有沒有主動脈瘤 因為他心臟 他經常去腹診心臟 所以醫生說不如照上 是 是 是 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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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拔聲跳 有聲 是 都很典型 他的症狀都是非常典型的情況 上一個挺好彩的狀況 對於他還未爆破之前找到問題 接受到手術 起碼解決了致命的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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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指甲撐 沒有切開那個血管 用假的血管 沒有做那個手術 是做了指甲手術 是否以後後患症有什麼 基本上他接受這個手術後 指甲就放在血管瘤裏面 如果手術成功 基本上血管瘤真的會慢慢細緻 他不是消失 而是體積會慢慢細緻 但他又不是馬上 通常醫生會跟他繼續複診 會幫他安排 複診期間會照一些電腦掃描 或者超聲波 跟進血管瘤體積的變化 當然如果手術成功 他就會慢慢細緻 亦有些個案 可能壓力未必細緻 有時血管瘤甚至會變大 那些可能要再做一些功夫去跟進 不過剛才你提到的 你弟弟的不良生活習慣 全部都要改 是的 這些誘因都要改善 但是醫生會跟後遺症影響他的腎 以及腿 也有 要小心 因為我們剛才沒有特別說 這些支架 我們放的位置 我們要避免影響太貼的腎臟血管 因為腹部的主動物 有兩條腎臟血管分支出來 有時如果血管瘤的位置 是很貼的腎臟血管 變成擺支架的時候 就可能相當近腎臟血管 甚至有時會遮到它 變成害怕影響了腎臟的功能 也一樣 因為支架會供應血管 如果支架日後有機會塞了或窄了 裏面的洞 就會影響腳的亦供應 所以這些都是日後 在腹請的時候要跟進和留意的 明白了 謝謝你小婆婆 謝謝你的電話 接著是趙小姐 趙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醫生 因為我右邊頸的大動物 跳得很厲害 跳得很不自在 我上個月去照慈力共振 照腦血管、照頸血管 醫生沒事 但都找不出原因 我回到家再跳得很不自在 會不會有機會說 是醫生講的血管流 照超精波 我可不可以找到出來 其實你有沒有照過超精波 沒有 只是照慈力共振 但照了七、八千元都找不到原因 那我就很擔心 還有我右邊的大動物跳 但左邊經常是腳臂 因為我沒有看過你的慈力共振 也沒有檢查過 就很難說肯定是甚麼事 但一般如果有病人說 頸部的血管跳得很厲害的話 當然我們會擔心有個血管流的情況 通常我們都會做一個超精波的檢查 看頸部的血管 有沒有脹起或者扭曲 基本上都可以診斷有沒有這個血管流的問題 其實我是有甲狀線的 我經常以為是 有時拿著一張A科指 在那裡震震震震震 我經常以為是甲狀線的方法 驗過甲狀線又是沒事的 但這個月整個月都是挑挑挑挑挑挑挑 因為人很不自在、很煙悶、很煙悶 都不知道要看哪一科 聽你這樣說 似乎不是那麼簡單 你本身有甲狀線 所謂的甲狀線 甲狀線上高 本身甲狀線上高 會令到人的血液循環 比較活躍 所以有些人都會覺得 血管跳動得比較重要 所以我想你的情況 就不能單一看是哪一個問題 我想你要找醫生幫你做一個 詳盡一點的檢查 即檢查完甲狀線 甲狀線數是否高了 做超精波 最近這一個月驗 他又說是正常 又不是甲狀線 但找不出原因 他不斷跳到 他很悶、很煙悶 都睡不著 很煙悶 你嘗試看他的血管有沒有膨脹 即是他其實核持共振 都有機會照到 那你可以和你的朱生醫生 討論那條血管 即是頸部的血管 有沒有膨脹起 又或者有沒有扭曲的情況 是 他說那個報告回了又沒有 但回到家 又是不斷跳 那我應該看哪一科為醫生 是內科還是什麼科 你可以在血管外科 或者一些老神經科醫生 血管外科 是醫院嗎 是的 醫院排幾年多 如果現在有沒有這些醫生 我也要跟你討論 讓他幫你做一個轉介 因為有時候專科那些 可能你都要靠轉介 因為沒有你的報告 我們很難說實在在說 應該是要怎樣 但我會建議 如果聽你的症狀 就要有一個較詳盡的檢查 就未必是單一的問題 我相信你那個 因為你本身有甲狀線很高 我已經停了幾年藥 我吃過三個 每次吃一年半 我是十幾年前吃過的 應該你的情況要整體看 不要太覺得 一定是血管迷 因為你感覺到跳動 可以是血管問題 也可以是甲狀線掃高的問題 也可能是甲狀線自己瘴了的問題 是引起的 我想這裡要找醫生跟你整體全面去看看 這是我建議 多謝趙小姐的電話 也多謝謝謝卓華醫生 今天上來我們精靈一點接受訪問 我們的主題是福報主動脈樓